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喝一声收 随后手一扬 将乾坤带抛了出去 那乾坤带飞至空中 瞬间膨胀数倍张开了大口 将正在徐徐上升的小猴腰内丹西数吸入带中 蓝丝锥见状又是手一扬 乾坤带便陡然变回正常大小 飞回到蓝丝锥手中 魏无羡目睹全过程 震惊的目瞪口呆 半少方叫道 为什么呀 丝锥 你为什么要收了这些小猴子呀 蓝丝锥道 因为他们回不去了 他们的身体早已不复存在 只能收了他们 否则他们还是会附在别的东西上 继续害人 魏无羡道 啊 不在了 为什么不在了 蓝丝锥道 两只老妖猴为杜绝这些内丹丝子逃回 在将他们逼出来之后 就杀了那些小猴 断了他们的后路 魏无羡一时愣正 忽然拽紧了两只小前头 猛地往下一砸 愤怒大叫 魏英要去杀了两只大猴子 给小猴子报仇 蓝旺基背后的微微迷了迷眼 说道 嗯 我们这就去 嗯 马上去 不过魏英要先做一件重要的事情 蓝战放魏英下来 魏无羡即是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说道 蓝旺基盲将手紧了紧 问道 何事 魏无羡道 说补娃娃 蓝旺基这才放心地按了一声 将魏无羡放了下来 在蓝旺基和蓝四追的帮助下 魏无羡很快将几十个的布娃娃 重新收纳紧乾坤袋 包括那个被他撕成两截的一号布娃娃 随后三人遇见离去 于找到了两只老妖猴藏匿地点的蓝锦衣会合 原来 蓝旺基一进玩具店 就感受到了尚未散尽的妖气 便立刻明白了魏无羡抢劫布娃娃的真正原因 就即刻吩咐蓝锦衣向玩具店老板询问布娃娃的来源 而他和蓝四追责去追赶魏无羡 在风鞋盘的指引下 蓝锦衣很快就在姑苏近郊的某处山林里 锁定了两只妖猴的位置 并在附近发现了大量小猴的尸体 便立即传讯给蓝旺基 大致说明了情况 而蓝旺基和蓝四追 也同样借助于风鞋盘轻而易举地找到了魏无羡 而在小家伙兴吃大大小小众多布娃娃的时候 他们就站在他身后 四人会合之后 蓝旺基便放任魏无羡 只身独斗两只千年妖猴 而他则和小双臂并排副手而立 虎视眈眈盯盯着两只老妖怪 左臂上官 魏无羡是典型的出声牛不不怕虎 面对着化成了原型的两只巨猴丝毫不惧 一见面就破口大骂 你们两个最坏的大坏蛋 骂完就挤着小随便冲了上去 浑身裹着红光 显然是怒急 以至于将全部灵力释放了出来 两只老妖怪有着千年的倒行 打过照面的羞是不在少数 这见着小小的一团 气势汹汹地冲过来 就像是看到了发了脾气的 乃兄乃兄的小婴儿 觉得可笑又可爱 一时间竟然舍不得还手 故意打呼小叫地左闪右臂 逗弄起魏无羡 但是他们很快就笑不出来 因为魏无羡出剑速度极快 且见风凌厉 朝朝事事攻其要害 他们手忙脚乱躲闪不及 连连中剑 被刺得喜花四剑 便再也不敢怠慢 就要还手 却突然感受到一股来自战圈外的强势 微压扑面而来 经得他们一正 动作顿时停滞 而恰恰就是这极为短暂的一瞬间 妖猴之衣忽然觉得脖子上一凉 脑袋便立刻分了家 剩下的一只剑同伴促然隐命 不禁狂怒猛然扑向魏无羡 小小的魏无羡反应极为灵敏 似是早有防备 见着庞然大物如泰山鸭顶般袭来 不紧不惧 反而挺见而上 朝着老妖的胸口 狠狠地刺了过去 扑得一声轻响 小随便刺穿了老妖的心脏 而同时一阵血雨骤然而至 朝着魏无羡当头淋了下来 魏无羡一正 还未来得及收剑 就被人拦腰一拦 身不由己腾空而起 带载反应过来 已经被蓝望鸡抱在了怀里 飞到了战圈外 原来在魏无羡迎面 刺向老妖的同时 蓝望鸡也出了手 右手已经削掉了老妖的脑袋 左手拦走了魏无羡 一个时辰后 兴致未减的魏无羡 在玉桶里上下翻滚 时不时地喊一声 魏英好高兴 魏英为小猴子报了仇 魏英还找到了叔父的生辰礼 魏英完成了任务 魏英可以去见兄长了 兄长也可以去见叔父了 虽然魏无羡喊得乱七八糟 蓝望鸡还是听得很明白 这个小东西的意思是 他要把满满一乾坤袋的布娃娃送给蓝西尘 而后由蓝西尘当作生辰礼 送给蓝启仁 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主意 蓝望鸡想着 继而嘴角微微一瞧 因为他仿佛看到了蓝启仁 收到这一份大礼时 错呃呆症的神情